不少人早上习惯来杯香农咖啡 最新研究发现 喝咖啡竟能降低新冠肺炎感染几率 美国西北大学针对四万名英国成人 日常饮食调查发现 跟每天喝不到一杯咖啡的人相比 每天喝两到三杯咖啡 感染新冠几率仅0.9 等于降低一成感染率 咖啡在以往的一个研究 都有一些好的一个正面的一个评价 就例如它有可能有一些抗氧化 抗消炎的一个效果 而咖啡抗发炎的原因 跟发炎生物指标C反应蛋白 白血球借素6 及肿瘤壞死因子I有关 也跟新冠肺炎严重度与死亡率相关 但该怎么喝怎么选 一是解释 因为拿铁添加牛奶 控含反式脂肪 想要增强免疫力 黑咖啡最适当 以一杯咖啡200毫升计算 每天最好不超过三杯 避免摄取过量咖啡因 除了请洗手戴口罩 我们还可以透过什么日常的方式 而来让我们更能够提升防疫的效果呢 要告诉您哦 现在发现丹宁酸可以抑制新冠病毒 像是我们很常吃的香蕉啦 葡萄 茶叶或是红酒里面都有 可以抑制新冠病毒 中央研究院院士 中国医药大学的校长 洪明琦带领的研究团队 就第一次发现 其实丹宁酸呢 是可以抑制新冠病毒感染的 两种关键酵素活性 避免呢 这个病毒呢 变得很活跃之后 复制进入人体细胞 而这个研究成友 也登上了国际期刊 都吃水果不但有益健康 现在还能帮你抵抗新冠病毒 中国医药大学研究发现 香蕉葡萄草莓中的丹宁酸 可以抑制新冠病毒成长 抑制冠状病毒的主要蛋白铁 那么这个冠状病毒 即使在细胞里面 它也就是单超一个 它没有办法复制 除了可以降低病毒的活性 研究更发现 丹宁酸也可以降低 人体细胞内特殊蛋白的活性 让新冠病毒无法攻击细胞 同时也可以抑制 人类的这个 蛋白米的活性 所以使得冠状病毒 不能跑到人类的细胞里面 首次发现丹宁酸 抵御新冠病毒的作用 研究成果登上了知名的医学期刊 美国癌症研究杂志 不过人体内要存在很高的丹宁酸 才可以发挥作用抵抗病毒 因此研究团队建议 每天适量使用含丹宁酸的香蕉 葡萄草莓 或者是喝茶喝红酒 长时间累积 就能够维持体内丹宁酸的浓度 华市新闻 武林安 张春风台中报道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